在台湾到处都可以看到非常有创意的谐音梗或招牌 那其实不只在台湾 世界各国的语言也都有自己的谐音文化 不过看到了中国政府似乎对这样的状况不是很能够接受 因为最近有一个专案行动 表明了要整治歪曲的发音、字形或者异议 还有网络各种不同的梗 像是中国常用的谐音 与你无瓜就是与你无关 那像是比较可爱的发音 像是真的假的便遵度假度 这些都被禁止了 现在中国官媒的人民日报也进一步提到 这些措施并不是为了要限制网络语言 或者反对网络的文化繁荣 而是因为在网络的流行黑化或烂梗当中 并不符合国家通用的语言文字规范使用表达 而且更说了这对未成年人的日常交流跟思维价值 形成了隐性侵蚀 可能容易引发不良的后果 而中国针对了网络新闻违规的行为 整治行动 其实整治的项目是非常的多 统整出了五大问题 包含编发虚假的不实新闻 假借舆论监督的民意 通过新闻资讯来谋取不正当的利益 或者说是假冒新闻网站 你没有经过许可就进行编采发布等等的行为 那为了要防范呢 各地的网信部门必须要指导网站平台 把审核许可的资格呢 作为新闻类公众账号的前置条件 要确实推动这项持证量排 请不吝点赞订阅